非常的激烈 那么有些地方告急 偏偏还分裂 所以要赶快打出 这个所谓气宝牌 还有落泪牌等等吗 我们看到在新竹跟彰化的 县市长选战当中 范绿阵营因为有 这个选票分散的隐忧 所以绿营天王赶快到新竹 替参选市长的林志坚站台 而且还帮他拍摄影带 呼吁大家一定要团结 在彰化县长的部分 现在台联主席黄昏辉 也去替民进党的候选人 为民谷站台打出气宝战略 蔡英文来了 蔡英文来了 蔡英主席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再度现身新竹市力挺林志坚 选战倒数请出主席牌 林志坚力拼新竹市长大位 诚挚的呼吁所有支持者 一定要集中我们要改变的力量 这一次把票投给能够赢的人 为了将选票冲高 党内天王蔡英文 苏贞昌 以及赖清德 纷纷现身替林志坚拍摄影片 黄妈陈局更以2010年高雄市长参选时 党内分裂为例子 呼吁支持者要将选票投给林志坚 专令休天 如果要聚集的改革 就必须集中选票 听百万的人没分裂的本质 一再强调集中选票 全是因为同样有意问鼎新竹市长 却没得到民进党中央提名的蔡仁坚 以武党籍身份参选市长 为了避免选票分散 民进党在紧要关头提出气宝说 让他相当不以为意 气宝不是谁说了算的 现在的气宝是市民在气宝 这个是政党的主席也撼动不了的一个趋势 五都之外拥有最多选票的彰化线 同样也产生范略分裂 得不到台联党内支持的黄文林 以武党籍身份参选 没有党部奥元 台联党主席黄昆辉关爱的眼神 更是投向民进党籍的县长候选人魏鸣鼓 希望这五文林可以贴算 一个气宝的这样子操作 非常的不齿 而且民进党是这么大的一个党 既然是用这样子一个小手段 比其他的党更不如 仅要关头打出气宝战略 到底能不能奏效 投票当天见真章 算计新闻林清华许事为新竹彰化综合报导